为了减轻租屋族的负担 行政院在3月底核定扩大租屋补贴方案 总经费从57亿提升到300亿 原本的补贴金额是每个月2000到8000元 现在针对35岁以下单身青年 新婚家庭还有育儿家庭等 享有最高1.8倍的加码补贴 总共预计50万人受贿 从7月1号开放线上申请 有专家认为发放补贴当然是好事 但这无法解决租屋的结构性问题 打开房门洗衣机就放在瓦斯炉旁边 整体格局尽收眼底 5到8坪的空间放得下床和衣柜 如果还有沙发那就是小确幸了 租屋族的小天地每个月还得负担 万元左右租金 现在政府要加码补助 这个政策是重大金额最庞大 300亿 第二 资格最宽 明天开始申请 10月3号由行政院直接拨款 到申请负荷者直接账户入账 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自主持宣布 中央租屋补贴方案 总体经费从原本的57亿 增加到每年300亿元 补助户数从12万扩增到50万 补贴金额每个月2000到8000元 如果是35岁以下单身青年 新婚育儿或是经济弱势的家庭 最高可领到1.8倍的补助款 从7月1号开放为期两个月的线上申请 对租屋族来说当然是一大福音 但专家认为这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 不断的告诉民众说你申请补贴 你不用经过房东的同意 如果房东知道你不经他同意去申请租金补贴 他接下来要帮你涨房租 甚至不租给你 他也不用经过政府同意 民团批评是政策买票 内政部强调这是延续性规划 无关选举 既然政策牛肉端出来了 就看上路后是否真能减轻 租屋族的经济负担 这个大理山地区必吃的高地菜 三杯杏鲍菇 三杯也是小编喜欢吃的 母亲节档期武林龙厂餐厅菜色超丰富 有三杯杏鲍菇 鸡小腿 卤猪脚 离山高丽菜 一旁还有水果甜点区 饮食看起来很不错 但现在却被民众投诉 完间前往用餐竟然只有白饭四季豆 会翻桌吧 就会觉得搞什么 都来这边消费了 等半个小时只有一个四季豆 不知什么错话怎么办 但是离山又没有东西可以吃 张华一名黄先生上周六宇朋友一共14人 入住台中武林国民宾馆 完间七点排队进餐厅用餐 素食区只有鸡盘被夹上了菜盘 向业者反应等了半小时 竟然只上了一盘 手掌大的四季豆根本不够吃 让黄先生不满 认为业者对素食者太不友善 对此农场业者表示 黄先生有人入住时 并未登记素食 导致餐点备料不足 业者坦诚蔬师所道歉 也退还餐费6300元 日后侦领大厨到用餐区巡视 适时改进 也将园区增测素食贩卖机 不让类似情况再发生 七二成本庄王东山台中唱不到 卫福部公布去年十大死因统计 由癌症心脏疾病还有肺炎排名前三大死因 另外因为染疫死亡的人则有896人 排名第19名 而去年国内的总死亡人数 共18.4万人 比起前一年增加了1.1万人 对此卫福部统计处表示 去年死亡增幅主要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影响 加上去年1月有三分之一的日子 天气温度很低造成不少人死亡 这也是五年来首次死亡率 跟标准化死亡率同时增加了一年 另外十大癌症死因 肺癌跟肝炎连续42年都排名前两名 统计去年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卫福部公布去年十大死因统计 前三名包括癌症心脏疾病和肺炎 另外受到疫情影响 新冠肺炎也成为排名第19名的国人死因 去年染疫死亡人数有896人 统计去年国内的死亡人数 比起前一年增加了1.1万人 在死亡率部分比起前年增加6.9% 标准化死亡率也比前年增加3.8% 这也是五年来首次死亡率和标准死亡率 同时增加了一年 专家推估是这些原因 另外去年的十大癌症死因 主要由肺癌肝癌以及肠癌 女性乳癌和前列腺癌占据前五名 其中肺癌和肝癌已经连续42年 都排名前两名 再看看去年的癌症死亡时中 平均每10分10秒就1人死于癌症 比起109年快了20秒 背后原因也和疫情有间接相关 专家呼吁民众得定期追踪或是回诊 才不会让疾病延误治疗 记者纵道 天气炎热来一杯冷饮超凉爽 尤其水果冰沙喝一口暑气全销 但您可能原本以为喝果汁比较健康 营养师就提醒大家 一杯500毫升的芒果冰沙 热量直逼珍珠奶茶 就连苹果汁的热量也跟可乐差不多 喝起来虽然很清爽 但水果本身糖分就不低 很容易一杯喝下肚 糖量摄取就超掉 大口嚼珍珠再吸一大口奶茶 喝得好过瘾 但也担心热量过高 其实不止这一味 还有水果冰沙 别以为挑酸酸甜甜的水果热量就会比较低 酸甜芒果丁打成冰沙 解腻又爽口 炎炎夏日来上一口暑气全销 但肯定想不到吧 这一整杯500毫升喝下肚 热量直逼珍珠奶茶 就连苹果汁热量也跟可乐差不多 摊开营养师整理的夏日饮品 光是水果类 果汁的热量有不少都排在前十名 喝完一杯需要快走超过40分钟才能消耗完热量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么高 我们要吃真的水果 有这么高 平常话的人就会考虑一下 别以为挑果汁来喝比较健康 营养师提醒建议还是直接吃水果 含有更多的纤维营养 咀嚼的过程也容易增加饱足感 才不会不知不觉 吃过量 水果本身的热量其实就不低 水果我们是需要咀嚼的 那你的饱足感就会增加 可是如果今天是用喝的 就是咀嚼度 我们就会直接喝进去到我们的胃里面 那你喝的份量相对来说就会是高的 热量通常就会比较高 营养师强调 冰沙饮品得要注意糖量摄取 尤其冰会降低对甜的感觉 让人以为里头糖量少 可得多留意才能吃的健康 美副代谢台北 做什么的 咀嚼度